各位太空人你們好! 又到星期四了!即是又到數丑星期四 今個星期有關No Man's Sky 出現 於是今個星期出的遊戲都避開了 下星期出的遊戲都避開了No Man's Sky 的 PC 版 大家全部都在說No Man's Sky 為甚麼? 因為多人想知道這遊戲的東西,多人搜尋這遊戲 所有的新聞都寫的東西都是No Man's Sky 這些就是我們行內人叫做SEO 即是Shitty Electronic Organic 中文即是你的頭大過你的球 於是我們今集就一定要跟回這個傳統 於是今集就是數丑星期四的No Man's Sky Edition 沒錯!我們說的東西都是No Man's Sky 玩的東西都是No Man's Sky 總之就是No Man's Sky 嗯...其實不是的! 都還有些東西可以說說 好了!我想跟大家介紹這遊戲是Kingdom New Lands 其實這遊戲已經推出了 之前已經推出了 這個New Lands是它的DLC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原本的Kingdoms 其實這遊戲真的很棒 你看它的畫風格 完全是用Pixel畫風格的畫風格 但可以畫得很漂亮 這遊戲真的很有趣 它玩甚麼呢? 其實就是 如果你是一個君主 你騎著一隻馬 就在2D畫面上 就要帶領你的子民 向起一個Base 由一塊爛地慢慢起起 到變成一個醒 它每晚晚上都會有怪獸來襲擊你 你就需要在這裏不斷建造不同的東西 改變你自己的人 改變你自己的建築 改變你自己的建築 去慢慢地 令到你自己的Kingdom 就越來越強大 這個遊戲其實真的 玩起來很過眼 它每到Full Moon 它的怪獅就有強點 接著又有很多變化 很多不同的人物的職業 建築也有很多種改變 那麼這遊戲真的 我之前玩起來很高興 如果你已經擁有舊的Kingdoms 你可以每一款新的DLC 大家已經都會有的 我觉得这款DLC绝对值得购买 如果没有的话,这款DLC绝对值得购买 巡礼看看Steam Page 现在卖$99 港币 有一个Royal Edition 卖$110 包含 Soundtrack 整体的评论是Positive Positive 或是Positive Positive 有206个 Negative 有12个 接下来是Infectionator Survivor 看起来不错 看起来像是Death Road to Canada 之前我这个频道玩的 也是一班人去打丧尸 在一个大的城市里面 要生存 要生存 亦有些 去升级你自己的Base 去升级你自己的装备 接下来带着你的群組 到处去搭配 它好像没有 Death Road to Canada 可以加上自己的朋友 这个系统 但好像我们这些 没有什么朋友的人 这个都不太大事 而且这款游戏 看起来有很多行动 它好像完全是靠打 开枪 丢棒 我看这些评论 原来不是只控制一个人 而是控制了四个人 很刺激 很刺激 Steam 又如何看 人们说 我说这一款 现在卖61.6 现在卖30% 到16日 8月16日便停 升级 升级8.8元 现在的评论 是MOSELY POSITIVE 有259% 有86% 有259% 有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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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算是多 也算是多 尽管 看看它有什么 看看你认不认同 那些零点 老老实实实 这款游戏 其实不是刚刚出的 它出了很久 不过 之前我看过 都觉得它的概念很好 但是 因为它全价钱 都不想买 但是现在 刚刚减价 减到 减到出血了 我觉得 是时候 可能带这款 出来说一下 那这款 其实是什么 它玩的 鬼鬼祟祟 躲起来 躲起来 不让人发现 放陷阱来 害人 那些 那些 你就要带着一个女孩 去避开 每一个场景 每一个地方 那些 图 其实 它虽然是 stealth 但它有一个 道理之处 就是 你平时你不动的时候 它时间是会静止的 所以 可以慢慢地 计划 究竟 我应该如何去做 如何去 去做 我的 stealth move 就像这些 那些 砌完整的陷阱 一次过 爆到 妈妈不认得 另外一个 技术 就是 时间 可以重复 可以重复 做错 你也可以重复 重复 我之前 玩过的 我都觉得 OK 但又不至于 真的很好 好 好 但是 你说 是不是很差 又不差 真的算是 好玩 所以在现在减价的时候 我就想 拿出来 再讲一讲 Steam Page 说 现在它卖了50% 只卖了54个本 只卖了54个本 只卖了28个小时 就完蛋了 先去买 它完蛋了 它完蛋了 它卖了109元 用户的评论 最近全是混合 哎呀 不好 目前的评论 是MOSELY POSITIVE 我们再看它 最近的评论 是怎样 Total POSITIVE 147 Negative 有46 我之前也看过 有些人说 它为什么不好 其实很多 游戏的游戏 不是做得那么好 还有 真的有很多 也有人 买这款 竟然说 不喜欢 Time Stop When You Stop 你停下 你停下 时的时间不移动 反而是这款 这款 当初买这款 应该要看清楚 它里面的评论 大佬啊 是的 很快就说完新作 现在说到新闻了 上周 Epic 的老闆 MOSELY POSITIVE 想弄断 Game Distribution 的市场 想弄死Steam 想和Steam 作对用Windows Operating System 今周 MOSELY POSITIVE 来一个 瘋的举动 笑死人的举动 很惊讶 它将自己的 Quantum Break 之前在Xbox One 之前说自己是Xbox One Exlusive 接着是Windows 10 Exlusive 接着是Windows App Store 新闻到Steam 都可以购买了 之前的评论 是一般的 也有很多技巧 我之前在Windows Store 都买了 回来玩 哇 但是 修讯性都做得很差 我手机是不能走 但我不知道 它过了这么久 会否改变好 但是 我猜不到Microsoft 这么快就要认输了 我都说了今集是Lowman's Sky Edition 那当然要有Lowman's Sky的新闻 这个搞笑了 Jim Sterling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其实这个是一个外国 美国那边 他们一个YouTuber 他专门做一些 有关Game Industry 的News Game Critics 我对这个人很敬重 因为他真的很大胆 去认识 这个Game Industry 做得不正确的事情 以及他一向 做得不正确的事情 做得不正确的事情 他一向 做得不正确的事情 他一向 他就出了这个Lowman's Sky的review 刚刚 他十分之不看好 他给他的分数 是5 over 10 就是一半 就是一半 他主要 他自己的批评 都是说 这个Game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玩 每个星球都不同 但是做来做去的事情 都是千篇一律 你都是做同一样的事情 他说的事情 其实我不多不少 我都认同的 但是 他因为出完这个review 之后 很多拥护这个Game 的人就不妥 他 周围在那里 唱他 骂他 直接搞到 要 DDOS 所以 现在 看到这个 是一个Google 掌握的画面 因为他的 网站被人 攻击到 我觉得 这些朋友 真的很低能 你不认同 他的review 就是不认同 要不要去 DDOS 人 其实 如果你一直搜索 他的review 嘩 那些 用户的留言 真的有点瘋 我不明白 为什么 那些人 不能接纳 不同人的意见 唉 另一支 有关Lowman's Guide 的新闻 之前 桑莫里 不是说到 自己的Game 很大 有很多声系 很厉害 他说 每个玩家 根本没什么可能 遇到对方的机会 是微乎其微的 他真是低估了 玩家 在第一天 出门的时候 已经有个 Streamer 撞到其他 玩家 命名了的星球 于是 他去找 玩家 相约在 星球 大家 会面 虽然 他两个 去到星球 去到同一个地方 画面上 看到的东西 都是一样 但他两个 互相见不到 暂时 现在 大家都不知道 究竟 当时 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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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mmerry 在Twitter 说 我超级 你们这些人 找到对方 然后 韩蜘蛛 没有再说 嗯 其实 对我来说 我觉得 这个游戏 9成9 是不会让你见到对方的 如果 之前 他说得这么 这么 决断 说 这个游戏很大的 很少机会会见到其他 伺候 他说得这么决断 他为什么会浪费时间 去做任何有关 级级 让你见到其他伺候 我觉得 这个游戏 9成9 你只会见到对方 发现的 明明了的 是不会直接 在这个画面 看到其他伺候 那么快 又说完了 今个星期 暂时是这么多 为什么今集这么短 其实我一直都有看到 Anolytic 就是我这些行内人 叫做Anolytic 的东西 发现 平均看影片 的时间 都不太长 最多都是 10分钟 那我只能够怪 你们这些伙伴 没有心 又或者只能够怪 我自己的猫 在这里吵 还有怪我自己 说话 就多口水 那 没办法 为了迎合这个市场 那我就少说两句 我的猫 就不要叫那么多声 那 喂 既然是这样 多谢大家的收看 like subscribe 多谢你 啊 还有我们现在有Facebook spage 你有空可以去看一下 去like 和我们一起玩吧 咦 咦 够钟了 是吗 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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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咦